他虽然是一位音乐家 但是他的表演和视频常常被大家当作脱口秀来看 在舞台上动不动的就会调侃女艺人 逗得她们花枝乱颤 更是因为早年的一顿视频被大家奉为段子店的祖师爷 这个人就是费玉清 外号小哥原名张艳婷 人称祖师爷 他原本是一个喜欢安静的在房间里读书比较内向的人 能够进入娱乐圈还得多亏了他的姐姐张艳琼 一名叫费真琳 费玉清还有一个哥哥 本名叫张艳明 一名叫张飞 他们三人都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 但是性格却都不同 费玉清的姐姐是贤妻两母类型的顾家女人 从小就照顾着费玉清和他的哥哥 而费玉清的哥哥性格和费玉清截然不同 能说回到性格也比较外向 费玉清娱乐圈之路还得从他的姐姐开始说起 她的姐姐在当时的娱乐圈有着东方维纳斯的称号 那时的她才年仅16岁 而她的心中最大的自豪便是 把两个弟弟也带到了娱乐圈中 那么有人可能就要问了 喜欢安静性格内向的费玉清 这能踏入娱乐圈吗 你别不信 就这样的费玉清都让她姐姐给培养出来了 但是总归来说还是费玉清有表演天赋 音乐天分也是极好的 不然逼死自己可能也没太大的成就 喜欢安静和性格内向 用现在的话说那不就是社恐吗 那她是怎么一步步的变成 现在的段子姐祖师爷的呢 还是她的姐姐功不可没 为了锻炼费玉清的社交能力 张燕琼把费玉清拉到酒吧里 逼着她在很多不认识的人面前唱歌 这招确实有用 费玉清的歌后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甚至最后还有客人点名要费玉清来唱 慢慢的费玉清就变得熟能声瞧起来了 这时费玉清的姐姐觉得时机成熟了 便把她的两个弟弟都引进了娱乐圈 这也是他们三姐弟名声最大的时候 费玉清的表演力大家有目共睹 并且自成一派 每当有她的节目出现时 都会给人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 在不同的节目中 费玉清为了营造节目效果 一言不合就会开车 在综艺节目的歌声中 猝不及话能开车 连谢娜都没能反应过来 对于费玉清这种接地气亲民的表演风格 大家是越看越上瘾 在她主持节目的时候 还时不时的会说些段子 让台下观众笑得合不拢嘴 盲友曾说到 有她在的场合 永远不会缺少氛围和冷场 小哥的段子并不像 网上的婚俗段子一样 而是带着礼貌和敬重中 又夹杂着些许的内涵 不得不让人佩服 这身后的开车工具 从这些段子中就可以看出 虽然费玉清幽默风趣 但是并不像有些明星毫无情商 小哥在活跃气氛的同时 还不会让人感到尴尬 不过在私家里的费玉清 却是一个非常认真做事 还很真诚的人 但就当他们兄妹在娱乐圈 如日中天的时候 小哥的姐姐张燕琼 突然公开声明 表示自己出家了 应有的话句传言是为情所困 费玉清的哥哥也经历了 一次失败的婚姻后 至今仍是单身 而费玉清则是为情所困 一生未娶 怪不得在娱乐圈流传着 张家专出情种的这一句话 费玉清的初恋女友 是一个日级的女明星 名叫安景千惠 当时在费玉清名声大盛时 日本一档综艺节目 向费玉清发来了邀请 看来祖师爷的名头 在当时就已经想着海外了 而就是因为这档节目 小哥才认识到了安景千惠 也就是因为它 才导致了小哥此后 为情所困 一生不娶 虽然说他们两人 并不是同一国家 但是却互相一见钟情 有时候缘分来的 就是如此的突然 或许这就是来自 灵魂深处的互相吸引 在一见钟情之后 两人迅速的进入了热恋时期 而费玉清对此次的恋情 也并没有多做隐藏 甚至是不顾公司的劝告 大大方方的热热的爱情 出现在了大众的事业里 小哥为了第一任的日本女友 不顾海洋山峰的乡格 多次往返于台南和日本两地 后续这就是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吧 不过即使为了这份爱 付出了这么多 但是到最后 也不一定就会拥有 一个美好的结局 然而热恋不久后 费玉清就开始 向安景千惠求婚 安景千惠的家中 在日本算得上 名门望族的存在 而在当年演员艺人 这个职业对于 名门望族来讲 是他们瞧不上的 所以即使安景千惠本人 很是高兴地 接受了小哥的求婚 并且表明也可以 理解小哥的事业 和小哥来到台湾 共同的发展 但是安景家族 对此并不赞同 甚至安景千惠的父亲 要求小哥 放弃在台湾的事业 除此之外 竟然还提出了 一个超级无理的要求 让费玉清修改国籍 加入日本 入坠到他们家 这对于费玉清来说 是无法接受的 一边是情真一身的 政治爱情 一边是爱国儒家的 民族归属 感觉了这个不礼貌的要求 并且当让他们的面 对天发誓 此后再也不谈恋爱 可能就是因为 这段感情 让小哥久久不能释怀 又或许是 当初发下的誓言 说到了就要做到的 这一伟大精神 在回国之后 他便潜心地 发展自己的事业 在后来的几年里 小哥的节目 一档接一档 给观众带来了 无穷的欢乐 在音乐上 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 通过忙碌的工作 不断地去麻木自己 仿佛是想要通过 劳累和疲惫 让自己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想其他的事 即使是在正经的舞台上 只要有了费玉清 也会变得欢快热闹起来 当场就变成飙车赛道 到了现在 大家都以为费玉清 已经忘了那段感情 但每当有主持人提到他 和安景千惠的感情时 费玉清总是面带着微笑去回应 但是在这笑容之下 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的感情呢 想必只有费玉清自己知道了 像费玉清这样的男人 没有黑料 没有绯闻 已经为了事业 给大家带来欢乐 又是自律到了极致 我想这样的一个人 应该不会有人反感的